啊~~~ 我等一下你拿這個出來要幹嘛啦 什麼是幹嘛 就是我小時候的回憶耶 這個是你小時候的回憶 當然啦 我是韓國牛是阿柱 我是亞夏姐 我覺得身為台灣人 大部分的觀眾應該都有 像我一樣的童年回憶吧 童年? 觀眾已經老了嗎? 啊~~~ 啊!!! 啊!!! 像我的童年回憶就是 下課一定要跑福利社 自然課要養產寶寶 養產寶寶 為什麼需要養產寶寶 寶寶是真的好吃咧 蛤?寶寶不是寶寶這麼可愛 怎麼可以吃兔兔 人跟人的關係很多時候 就是要靠一個共同的回憶 來創造一種親密的感覺 共同回憶 共同回憶是這個 但是我覺得作為台韓夫妻 這個韓國人一直對我們台灣人的童年 有一些物質 什麼物質咧 啊!!!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來聊一聊 到底台灣跟韓國人的童年回憶 有什麼一樣或是不一樣的地方咧 還記得我小時候 學校一定都會有一間福利社 喔福利社 我小學生的時候 我也有福利社咧 喔真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聽說最近很多學校的福利社 都收起來了 因為政府提倡要健康飲食 所以就不能賣一些高熱量的餅乾飲料之類 真的啊 如果不吃餅乾的話 去學校到底做什麼咧 你去學校只是為了吃餅乾嗎 我小小 但是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的福利社除了賣餅乾飲料以外 最特別的是他們有賣殘寶寶 他們會把它裝在一個透明的醬麵盒裡面 喔這個可以吃嗎 喔太噁心耶 不是 不是 這個不是拿來吃 這個是要拿來牙 拿來牙 我以為吃咧 我吃這個不好意思說 這個還可以吃 我們小時候的自然課本裡面 有一課就是 昆蟲的醫生 因為蟬的生命週期比較短 只要大概幾個月 所以你就可以觀察牠從長寶寶然後解解 變成鵝 這個觀察的重點就是要看牠們完全變態的過程 變態 不是這個變態 你們小時候一定要養這個嗎 我自己的經驗是我的同學都有養啦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真的要養到變成兒的同學好像沒有幾個 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真的很容易 不是 你看這個就是沒有養過的人說的話 那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 產寶寶他們只吃商業 雖然說福利社也會賣現成的啦 但是爸爸媽媽都會說 這個太貴了 我們不要買我們自己去外面找野生的 像錢的 對 但是呢 隨著社會發展 這種野生的商數也沒有那麼好找的 像我們家 我哥哥的時候 我媽媽還會自告奮勇說 來 我帶你出去找到我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去福利社買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找不到了 但是你們兩個人也先努力照顧他耶 對 我那時候我應該給他高齡菜切就好耶 然後還有一點很重要 產寶寶最怕就是螞蟻 為什麼怕螞蟻咧 不像簡單的嗎 不是 因為產寶寶移動的速度很慢 所以螞蟻應該去咬他們 如果你的產寶寶被太多螞蟻咬的話 牠就會死掉 而且牠會流那種綠綠的字 非常噁心 不是已經有房子嗎 那螞蟻會鑽進去啊 我也可能 所以我小時候都要幫牠們做會成好 會成好喔 你先裝一盆水 然後在水中間放一個椅子 再把你的產寶寶放在上面 這樣子螞蟻就沒有辦法過去咬牠 放過來 身體不是圓圓嗎 再睡著… 好了… 好學的 牠有盒子啊 牠滾不出來 啊 了解 那妳也是很努力照顧牠咧 對啊 我也覺得啊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耶 我養的產寶寶裡面 也就只有一隻真的有變成鵝 還好妳只有一隻變成鵝 為什麼 妳想一想 如果牠們像孩子 孩子也是寶寶 在家裡面 突然我們不決定就拿出現 媽媽的家出現耶 還是哥哥的家出現耶 大家都很像是妻子咧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同學 他真的把產寶寶養到真的很多 真的喔 但是他就拿他們一份合的產寶寶給我們老師 老師可不可以 老師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其實我聽說啦 現在的小朋友好像就沒有在養餐 因為現在就是提倡要愛護生命 所以你這個產養到後來就不知道要怎麼辦 而且小時候很多小朋友都不會照顧餐寶寶 就可能拿來玩 就很容易把牠們弄死了 那妳知道嗎 在韓國怎麼那麼聰明耶 我們小學我們不是養餐寶寶 我們直接吃 那妳們都吃這種罐頭的喔 這個不用足夠再吃嗎 直接也可以 好笑 小的餐有也可以吃 校外教學 觀光的地方 他們賣小的餐有 真的喔 對啊 那時候我常常去買這個啦 所以這個其實也算是你們的傳統零食 對不對 其實我們吃餐有的歷史不是那麼很久 大概我爸媽媽年代的時候 1960年代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鼓勵大家發展產寶寶 所以你們那時候產寶寶很發達 這個跟台灣也是蠻像 早期我們的政府也是鼓勵大家發展產寶寶 因為這個技術門檻比較低 再加上那個時候國際對產寶的需求也蠻高的 我們就把產寶拿去賣 不是很可惜嗎 所以呢我們裡面的蔥也拿來吃了 就是一桌兩個 一邊專程一邊吃飽 其實當初台灣的學校為什麼會鼓勵學生養產寶寶 也是因為那個時候的產寶寶 而且還蠻發達的產寶寶的數量還蠻充足的 所以聽起來這個韓國跟台灣真的蠻像耶 對 只是我們是養產寶寶 你們是吃蟬牛 就是蛋白質啦 這個很適合給小朋友補充營養耶 那我們說到這裡應該要小姐可以試試看韓國的口味 試試看了就裡面很多營養耶 保持你的營養 我可以說 說到營養呢 不知道你小學的時候有沒有學校規定大家要訂牛奶 牛奶跟你現在想要吃的是有什麼分別 我可以說 我今天準備了 不是啦 對 牛奶 我小時候啊 學校都會說要不要訂牛奶 請問一下 我們不是不來聊天這個餐牛奶嗎 不是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兒時回憶啊 然後我們第二個兒時回憶呢就是牛奶 所以你買了這個耶 對啊 但是我們小時候訂的牛奶不是長這個樣子啦 是只喝包裝的 但是我們現在找不到 我就只要買了這個 Topping You啊 不是 我們小時候就真正喝這一種牛奶啊 你可以選擇要訂純鮮奶 你也可以選擇訂像這種調味 這個是種類 對 我小時候就是有這四種種類 真的 但是不一定是這個牌子 是我剛好找到 這個不是葉配喔 剛好他們有出很多調味的 我們洗完會一杯 如果你選擇訂這種調味爐的話 它是隨機出的 所以你不曉得你每天喝到的是哪一種口味 好 那你要不要先試喝看看 喔 好啦 韓國也是有嗎 小時候也要訂牛奶啊 韓國戰爭以後呢 韓國中國想要發展熱農業 然後為了鼓勵小學生 從小朋友們 所以呢就用比較便宜的價格提供給學校 但是有一點奇怪咧 我們小時候補喝木瓜牛奶嗎 為什麼這裡沒有木瓜牛奶呢 我覺得可能是出木瓜牛奶的那個白紙 都滿好的是不一樣 而且木瓜牛奶我印象中都是大罐的 假如說訂的都是小罐的 你做幹嘛咧 它換掉而已 那你的現象拜你咧 然後我們咖啡聞到牛奶的味道就出現了 咖啡你不可以學過牛奶 有叫過你牛奶 不行啊 不行 你趕快洗澡 每天都洗澡 像我小時候最不喜歡就是蘋果牛奶 對 好喝 我只喜歡喝巧克力的 對麥芽牛奶 巧克力是哪裡都好喝 好喝 果汁牛奶 韓國沒有果汁牛奶嗎 果汁的話就是果汁 對…果汁牛奶 對 但是味道也是很好喝 那你喝這個蘋果的 我小時候很害怕那個味道 我好喝啦 那就交給你的 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只要拿到蘋果牛奶 我就要想辦法把它送給我 我喜歡蘋果牛奶的好朋友 韓國的口味好像這個果汁的口味 我覺得新的比較好 但是我小時候喝的那個就是香精味很重 因為那小時候是紅酒以前耶 麥芽 其實這個四種口味蠻不錯 但是我有一點可惜的部分是 不是那麼太濃濃的味道 對啊 畢竟它是調味爐 我小時候很多媽媽是不讓小朋友訂這種調味爐的 因為他們覺得不健康 就規定小孩子一定要學純鮮奶 然後你就會不是很開心 我也同意 我也不那麼開心 我們是一定要訂鮮奶 那時候大家都不太喜歡白色的牛奶 我們也有巧克力或者是茶莓的口味 每天都不同的味道 但是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最不喜歡 如果我們聽到今天是白色的牛奶的話 我們一定帶點調味粉 什麼調味粉 這個味道是有巧克力味道 啊 巧克力粉 如果帶出香港的話 真的很喜歡 所以今天變成孩子王 只有十分鐘嗎 但是太奇怪 我小學生的時候 真的一直都喝牛奶 不是以前的人說 哦 如果喝牛奶的話 一定將高 雅小姐比我一定高 你不是不曾認識電視嗎 啊 啊 也是我小時候太愛 我沒意思都做前面 你跟我相反耶 我就是每次都做最後一個 做最後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變上課 別偷吃零食偷講話啊 對我來說我不行 那老師一直都看我 被打了 那你看你看 這樣的 欸你們排隊的那個姿勢跟我們一樣 那時候 我的後面的人一直都求我 真的氣死了 我想要跟他一起 馬來馬去打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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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不行 因為我是太愛 但你知道嗎 我們小時候 小學生都一定要學吹姿勢耶 阿嬤 我韓國也有啦 像我小時候 就很怕音樂課會忘記帶 所以我就每天都帶 就把它拆在我的書房上 然後我後面的同學 就很喜歡去偷拿我的姿勢 看我什麼時候才會發現 為什麼偷就不是這樣 裡面是很多有流口水呢 你知道我小時候最討厭的是 就是吹一吹然後口水會 下面滴出來 好啦 你想說沒有要拿一個尖尖的棍子 包衛生紙 對啊 韓國也有啦 韓國也有啦 韓國我也我也 我沒想到 我的箱子裡面怎麼那麼多的流口水 所以這個是我們共同的回憶 我覺得好像韓國也是一樣 我們三年級的時候 學這個樂器 在韓國還有另外一個樂器 叫彈索 彈索 這個彈索是在韓國傳統的樂器 這個是反部做成的 真的啊 你看果然很貴嗎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吹自己 就是因為塑膠的嘛 又便宜又輕 就很適合每個小朋友都去 也是 V林外種類的塑膠 所以其實也是蠻便宜的運動 對啊 兩個都蠻便宜 如果我做不好的話 這個是變成 很可怕 韓國可以提拔嗎 以前我小學 現在不行 台灣也是 小的時候體育課都會做什麼 都踢足球啦 對 韓國人好像都會踢足球耶 在台灣好像比較少 因為很少有學校有那麼大的場地 我們小時候最常做的運動應該是 打躲避球吧 喔 韓國人啊 你們也有嗎 對啊 因為逃避球是太簡單的 躲避球… 不是逃避球 容易大家一起玩一玩 對啊 也不需要其他的器材 什麼球拍啊 對啊 也不要籃框啊什麼 但是我小時候不是很喜歡玩躲避球耶 為什麼 因為被砸痛 你們不是男性保護女生 沒有啊 你保護自己啊 對 韓國我們有一個規定 男性保護女生 喔 真的喔 所以如果快要打當女生的時候 你們男生就要跳出來就打了 對 韓國人 那感覺你們這個規則很容易 創造一些校園戀情耶 換我擋球 喔 那希望沒有耶 為什麼沒有 因為太愛耶 可是你小時候有沒有看過一個卡通 就是關於躲避球的人 韓國人也可以換紅嗎 對啊 就是那個男性啊 不是矮矮的嗎 對啊 所以不要吵不及矮個 矮個也是刻意很會打躲避球的 雅夏姐 你看太多漫愛 就是卡通 雅夏姐 好像我啦 如果你一直說卡通的話 我比較喜歡這個小小的車 GoGo 啊 你是人贏對兄弟啦 這個藍色的兄弟跟紅色的兄弟 對對對 喔 我們小時候也看這個耶 以前學校旁邊的文具店啊 不會在外面放那個軌道 對 很大的 很多的地方 你就可以拿一隻軍車去那裡玩 對對 對 有時候不小心他自己被轉 喔 慢慢打 喔 也是我們小時候都不是這個Pokemon啊 還是羊小雞啦 小小的雞雞 啊 電子雞 可以他吃飯耶 睡的時候都不會睡掉的啊 對啊 電子雞 那我覺得韓國人的童年 好像跟台灣人的童年也沒有差太多嘛 就是除了那個常用以外 其他都是一樣的耶 觀眾你們沒關係啦 你一個人吃吃的話 我們比較一樣的 我們今天再聊到這邊吧 各位觀眾如果有什麼其他的兒時會你想要我們分享的話 請記得留言給我們喔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按讚留言加分享 她是韓國女婿阿茶 我是小雞 拜拜 這不是噁心的 這是蛋白質的 你看我來台灣以後 我一直都吃臭豆腐啦 還是什麼這個黑黑色的蛋啊 你這樣那麼不敢吃啦 其實醋的味道蠻好吃的 你趕快吃 這個是可以喝的水飯 好喝